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那个刚鸿铛讲完之后呢 我估计很多人也会像我一样 两眼冒金星 头脑发晕 然后就是双腿发软 然后基本就这效果是不是啊 刚才那个余老师讲 余洋说 这个是不是对于会员来说 对于优敏的听众来说 是不是太深了 我说没关系 不深 原因是 如果让它看不见整个森林 它也不知道自己这棵小树怎么长 所以我觉得既要自己生长 也要看到森林 那我就把今天的来做一个点评 今天其实让我非常兴奋 因为我们的创业者 后面尤其是很多传统产业的创业者 他又看到了两个非常稀有的品种 因为产品经理昨天已经看到过了 CTO也看到过了 今天有两个稀有的品种 一个是这个行业里 非常非常难找 比产品经理 比CTO还要难找的 就是我们的体验设计 交互设计人员UED 这就是我们由上庄网李伟 他这样一个角色出来的 这个样的人特别难找 我们优米一直在找这样的人 他其实和几个工种要搭建 既要去和技术前端后端去搭建 还要和视觉体验这些东西来做 最重要的是要读懂用户的消费心理和 鼠标逻辑和应用场景 如果读不懂这个 这就不是一个好的UED 那么好在李伟呢 我们请他和他的那三个 从阿里巴巴挖出来的人 以他的名字要弄一张卡 这个卡就叫互动设计体验的 全部课程讲两天 完了这个课程也会放到优米上 我觉得你找不到人 你让你的人低一点的人去学 也是个办法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物种 而这个物种呢 其实就像互联网家的话 你要做互联网 这个品种是不能缺的 所以这是一个工种 就像盖房子 你一定要水泥一样 你多牛叉的房子都要水泥 没有办法 好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大家从来没有看到过黑客 今天这个既大白 就是黑客的形象出现了 我觉得看到两个物种 然后接下来是两位产品经理人 产品经理人还是一如既往的 呈现了昨天 我跟大家讲的那样一个特质 就产品经理 其实是在公司里面 是项目 具有项目管理能力的人 他能协调多个工种 一起把项目完成 所以他们身上体现着 比较强的领导能力和综合能力 所以产品经理的人 多半是创业去了 所以大家如果分析这样一个 互联网的必备的几种人才 认识一下 因为你们要去找 因为这些人 其实他们的工资都非常的高 那个我问了一下 这个萧文杰在腾讯是3.3P 3.4是最高 我不知道3.3相当于阿里的P级 其实这种P8P9 789的人都非常难找 阿里巴巴P8P9M3M4的人出来 就是投资人就等在门口 就你干什么我都给钱 都是这批人 真的是这样 我就真是眼巴巴的看到一个 还没有出来的人 两千万美金就已经扔给他了 他还没出来呢 离职手续都没有办 他就是那个阿里巴巴的一个P8吧 大概是这样的 在阿里巴巴可能 他们的工资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他那个股票特别的值钱 所以合在你的创业公司里面 你说你传承产要去加互联网 这样的人你找的时候 其实你这个成本是特别难以控制 他也不会说给你降多少薪来给你干 除非特别认同你那个事业 除非他当第一号 因为我想跟大家举一个例子的话呢 就是那个陆文勇 昨天讲的陆文勇 陆文勇就是传统的那个洗衣机 从线下加到线上 加着加着 他那个创始人就加没了 你看 真的是 去年的赢在中国 我们是请他那个创始人来讲的 他就告诉我说 我的新的COO 可不可以在台上讲一下 给他十分钟 我说可以 这个就典型的代表着新旧交替 互联网家 你就是一定要以互联网的人才为中心为主体 一定不是以你传统的为中心为主体 因为他们更有互联网家的这样一个专业度 然后他更年轻 更有激情 更能拥抱变化 更能不过以前的往前冲 你还要顾及老员工 所以那个一代洗 如果不交给陆文勇 可能没有今天的格局 所以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首先我想要告诉大家 认识互联网里面几种人 现在好像基本上都认全了 就差不多了 还有一些再小的一个 你把CTO找到之后 什么运用维啊 这些什么PHP工程师 Java工程师 这些东西他自己去搞定就好了 你就不用说你自己亲手 一个个的那么弄 但是UED也是要找的 说老实话 这个设计是很要命 就是你的互联网产品 做出来的个东西 没有他这一道 是根本出不来的 产品经历的原理性图 你画的再好 没他你出不来啊 所以这几种人非常非常重要啊 所以CTO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非常的严谨 老实 话不多 理工男 A到B A到C 没有B他过不去 你跟他谈话的时候 要特别的严谨 逻辑心要特别的强 然后你们看到的 于于地这样的人 其实李伟今天是一个 非常非常显现的一个体现 就是说 设计的人 一定比较有一部分的文艺 所以你看他有单曲的发型 他会吉他 他有品位 他懂得时尚休闲的穿着 他更加轻松 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你跟他讲 如果你能重价值 重品位 重感觉 他更能靠近你一些 你用不着A到C 一定要经过B 这样的人他是有一定的想象力的 这是他们这群人的特色 那产品经理的话 我觉得企业家 基本上可以跟他们对接 产品经理应该是和企业家 最近的一群人 他就有综合的执行能力 同时他还能够跟几拨人说话 所以呢 打动他 其实你直接 一把手去打动就可以 其实我在说 找人攻略 你该怎么去说话 昨天我们说的那个唐曼里 在楼底下等着百度的那个CTO 你等着 等产品经理 等半天 你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话 或者你一个团队跟着他 他也说不来 其实就是毛病啊 这是我说的认识几种人 我觉得这两天 基本上把互联网的人 认识得很全 而且代表性特别的强 那我一要点评一下的话 我觉得上转网的李伟 其实今天的 你在产品设计上 大家真的要好好地学习 他的产品设计 是给人眼前一亮 他的那个手机的那个壳 不管是什么样的 你不要把它变成 所谓一个测试工具 而是 它是把用户 采集数据的一个手段和工具 这个就像肖文杰的 那个iPhone6一样 他实际上采集用户数据 做用户入口的一个工具 所以你看肖文杰说 我把iPhone6 拿到你面前 什么表子跟我填 那这个填的是什么呢 是信息 用户的消费习惯 接下来通过这入口 卖给你别的东西的一个 他要借用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 这都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创业者 他们真的实行了重构 而且在上转网的李伟 这个地方呢 他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非常聪明的一转化 就是高后面说的 借用了金融这样一个东西 加入到他的产品 这个事情 其实杭州的人 我可能觉得是离这蚂蚁金服更近一些 他们都会向金融去靠近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第一天的那个 车蚂蚁的那个李立衡 他也这么做了 对吗 什么宝 什么宝 实际上它是个保险产品 它里面的其实利润力 应该是还是 空间是比较大的 所以重构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两个人都做了一个最艰苦的工作 不仅仅是简单的打包 而且还跟金融进行了对接 还在数据的采集挖掘上 在服务的提供上 以用户为中心都进行了重构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今天有两个名言 就是一个是说 高明说这是一个分裂的时代 然后让大家享受分裂的快乐 然后后来又说了一个 就是创业者是最能干的人 让我们还是心里有一点小底气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 我要说一句说 所谓互联网家 一切不以用户为中心 进行产品设计 组织重构的创业者 都是没有理解互联网家 没有理解真正的互联网的思维 所谓互联网思维 只有一句话 没有第二句 就是不是你沿着用户的需求 去构建你的产品 定价 服务 组织结构 打法 同时把数据拿到 拿得越细越好 拿数据过程 其实也刚才涉及到了 那个云阳说的供应链的 供应链的数据化 供应链的数据化 也是拿数据化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互联网家 其实永远只有一句话 我天天在我们办公室说 你就是用户要什么 用什么样的产品提供他服务 所以我觉得眼前一亮的 这两位都在产品设计上 我觉得动了大功夫 我觉得我们走出去 因为我们是个创业者 我们首先说你钱你卖什么呀 你卖什么 卖的就是你的产品 你说天花烂坠 什么大数据 什么云计算 还有很多的 还有物联网 这都是提供的工具 这都是让最后 你服务用户的体验 能够更精确更好 Uber用大数据云计算 做得非常的棒 他最后所体现的就是说 好 我五秒之内就叫到车了 就这么简单 就昨天陆文勇讲的 就说我洗衣服全部都就是说 洗干净 快点给我 以前就是说 洗不洗得干净 那用户你的声音你听不到 你产品迭代不了 是不是快 你也不知道 或者你有没有这样一个能力 产能 能够把整个供应链给它整合起来 它整合的供应链就是洗衣的地方 所以他们两位 我觉得让我非常眼前一亮 我觉得他们在产品的设计上 我的确是觉得向你们致敬 这是大家真的会需要学的地方 我上次说过打包 其实下面他们还有不同的地方 那其实我也要学 我跟你说啊 我告诉所有的创业者 就说你千万不要人家说 你说你要低调 你创业者要低调 你就啥指望都没有了 在中国所有低调的人 只有两种人 第一种人 是那个钱来得不明不白的人 第二种人 有严重的心理障碍 或者内外都有障碍的人 你一个创业者 你要找到一切场合去高调 找到一切场合 就把你的产品就贴到你脑门上 因为你是第一销售 第一营销 你要用各种搞怪的方式 在法律的前提下 你都行 有些说哎呀我要低调 我要低调 我觉得都是有 都没想清楚 你能浮出水面 中国这么大的市场 那么多人竞争 能浮出水面 该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不遗余力地动用一切手段 因为你没什么别的仗可打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的 让我心里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个例子 我2009年的时候 终于有机会能够去阿里巴巴的 淘宝的叫滨江新区 我去了之后 第一行李震撼 第二特别落差 我就想起了 2007年10月份的时候 阿里巴巴上市的时候 有一个投行的人跟我说 他说那个阿里的股票 我不看好 我要赶快抛 我说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马云是如日中天 他说他就是个电话公司 我说你别瞎扯 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创业 我根本不知道他卖什么 我反正觉得他反正说天花烂锥 一定是一个高科技公司 一定是特别有技术含量的公司 一定是我们可望不可及的公司 实际上去了之后 完全验证的人说法 就是个电话公司 我当时心里落差特别的大 哎呦我说怎么会马云这么low呢 排山倒海的电话销售平台 每个人大概就这么点小工位 这就是当时的阿里的B2B的 D推团队和那个电话直销 他们一天要打几百个电话 打到耳膜都发疼 而恰恰是这样一家 今天有云计算的 有大数据 要用数据服务 一些创业者的这样一个大平台 当初其实第一桶金 就来自于这么所谓low的产业 而且就用了你说的 就是工业革命时代 管理这条线玩得特别赚的 记忆的那套管理方法 当时就是官民生做的那一套方法 那就是世界级的 把整个生产车间的线 玩得最好的 一个是管理里面最要命的薪酬绩效 这套体系全是记忆的 就是生产电灯泡 爱迪生那家公司 所以它的管理 相当于是真正的 就是美国这样一个 商业帝国的黄埔军校 所以你就想一想 它在那个时候 就把这条线玩得那么转了 所以当我们走进它的这样一个 节点和事实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说 你一定要想到 真的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这个是我要点评 他们两个人身上的 那我觉得肖文杰 更具有企业家的气质和素质 我觉得肖文杰有一种狠劲 这个狠劲就是上午我们呈现的 吴志祥的那样一个狠劲 我觉得很难把它打死 我去拜访那个违品会的时候 就说你是消费金融嘛 你消费金融其实不存在 跟平台的竞争 凡是晚下要递推能力的 BAT都不屑于干 目前他们都干平台的事情 他也干不过你 我总在想象 就是说你的企业 一帮人跟你说 就要走了 就剩下你可能为数不多的 十个人或者八个人 最后的阵地 前有追兵 后也剿灭你的人 这个时候最后体现的 全都是企业家的气概 人在阵地在 战斗在到底 血在成河 然后最后从那个一百个人里面 尸体里面爬出来的 这样的人长什么样 上午有点长得像吴志祥 下午有点像肖文杰 因为战斗的最后 咱俩武器一样的时候 我的气场比你大 我的拼死的决心比你强 你一定打不过我 我就没想着活着回去 这个你有拿我就没有办法 而你还在惜命 我不惜命啊 我今天就没想活着回去 这样的人是非常可怕的 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因为你永远要想到 我刚才说的 妻离子散 中判清理 家破人亡 永远要想到这样的东西 他已经是阿里巴巴 那个平台上 那个产品总监 而且你们还有 腾信的产品总监 在里面对吧 所以你们产品 是特别强的像 那我严重建议您 一定要去找一个 会营销的人 敢于在房产领域里面 做出一个平台 和入口出来的人 营销品牌这个事情 一定是一把手 或者是一定是要把它做好 你看我们都搞混了 你知道吗 就容易混 取名这个事情在 优米在那个 有一课 雷军讲的 讲得非常好 他当时取小米的时候 取了很长时间 不是那么容易就取的 你看好的公司的名字 为什么说阿里巴巴 联想 小米 华为 你想想 这是偶然吗 不是偶然的 要在这个上面特别地花功夫 因为你要占据消费者 一想到 到你那个上面去买房 通过互联网的手段 你就要让人想到这个东西 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您是两个好的产品经历 我就太羡慕您了 找一个都不容易 他们这产品经历很贵的 真的很贵 他两个人落在一起 一腾讯的 一个阿里的 都到了产品总监级 很不容易的 你要找这样的人 然后同时 你再要去找那个CFO 找会融资的人 你这平台 要没有会融资的人 那哪行 找人还是 后面又是一个大的难题 那我再说一下 那个大白啊 我是见过做技术的里面 最会演讲的人 你知道 你讲完大概三四分钟之后 大家对你就刮目相看 你特别会营销自己 所以我觉得 你在这个位置上 是蛮适合的 我挺佩服你的勇气 你敢做这个事情 这个就像我当时 对唯品会的尊敬一样 我专门带着团队去看唯品会 因为唯品会 其实就是在跟阿里巴巴竞争 它用的什么东西竞争呢 实际上 最后扒开来看的时候 用的两个 一个是买手制 一个是现实抢购 它用了底下的这样一个买手 然后慢慢地进化互联网 但你呢 真的你是完全是跟阿里巴巴在竞争 而且竞争的呢 不是阿里巴巴的一小块业务 是它最核心的 最重要的业务 是它不重兵的业务 但是呢 BAT啊 凡是不重点布局的地方 你们都不要怕 因为它的核心资源也只要那么多 它的精力也顾不过来 因为它的头 也不怎么在平台上特别受待劲 你知道在大平台里面 一个不太核心的资源 比创业公司还难搞 你要到一根草都很难 它的程序都压死你 烦透了 所以在为什么那么多人 成千上万的人 从BAT拥出来创业 因为它那个体制 已经慢慢国企 真的 有些地方啊 有些地方 不是全国企 有些地方 它的程序 因为它大了之后 它管理必然 一研究拖时间 它不就像创业公司说 干 明天就干 当然阿里巴巴现在有些 最核心业务还是能做到 我们2014年1月份去的时候 它all in无限 也是有这么大的决心 但是你直接打它的核心业务 我认为 不会让你日子好过的 你想 你也让我到你的平台 他们也让我到我的平台 而且我今天看到 你全部对我的说辞 说我中立 我的股东 马云都是股东 我还怎么中立呢 你说姚静波怎么中立 马云都投了它 没法中立 有好多 你就是自觉不自觉 都已经站队了 你说中立绝对构不成 你去获取用户的 重要的说辞 我刚才看你 你把中立又甩出来了 这个词 所以我觉得你回去要想一想 你的买手制在哪 你的定时的折扣在哪 其实我建议你去 把BAT的计算和数据 这两个地方做一个非常详细的 甭管你用什么手段 你去调研一下 我觉得大家创业者 你切记不要跟BAT去竞争 它最豁命的东西 现在成为我们的元素 未来成为我们的主要武器 对吧 其实我在这个时候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看到 从IT到DT的呢 是2013年的11月11号的下午 当时阿里巴巴的双十一开放日 选了一些企业家 然后在那个地方 观摩他们300多亿的 这样一个交易的过程的时候 我也在底下观摩 马云在黑板上 整个下午跟企业家交流了 一下午 只写了这么四个字 IT到DT 那说明什么意思呢 到今年呢 2015年11月份的时候 如果那个时候 还有人再认识到大数据的时候 它就整整提前了我们两年 所以我又想到你说的 企业家竞争的是什么呢 是判断 是脑袋 是先人一步 在这样一个高速变化的年代 能先我们两年看到 这什么叫大企业家 什么叫中企业家 什么叫个体户 所以关于这一点 我还是蛮有感知的 真的是这样的 就是 我们曾经去腾讯跟张晓龙交流完了之后 我们所有人都被张晓龙 产品背后的逻辑思维 定海神真的精神气质 那个充分理解IP协议 开放 分享 去中心化 民主 结构权威 这样一些精神深深深理解 并且付诸于产品每一个戏端末节的这样一个极客精神 所打动震撼 我们出来都哀叨说阿里巴巴真的没戏了 然后我们大概有六十多人去阿里巴巴 然后阿里巴巴当时从来没出来的王帅也出来了 然后那个张勇也给我们讲了一课 高明也给我们讲了 然后我们又在支付宝做了一天的重度的产品体验 然后跟他们的产品心理交流 我们所有人出来说阿里巴巴是不败的 因为不是所有人要能够亲身去能够体验这样一些企业 跟他里面到企业内部去看 所以我传达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 所以大家在创业的时候 虽然说BAT 就是你不要怕我们说投资人那么问手 但是你真的进入他的核心业务的时候 你真的要打一个问号 尤其是需要那些不需要递推 做得非常轻盈的东西 而损时间获取大量的用户 这个东西 我觉得B正如果今天在的话 我一定让他分享 当时他们在底下想并购某一家 说这个一个亿你卖给我行吗 他说不卖 不卖是不是 那各位我们扶持一下 把刘晚那一倒 你全死了 就这么简单 最后你看雷军是多么棒的一个创业者 米辽2012年 当时是中国移动互联网大会 我在那采访马化腾 然后我就也采访了雷军 我就问雷军 我说你米辽 他就不愿意说 因为那个是他非常辛苦做出来的一个产品 但是实际上最后的信息是说 声声的腾讯从QQ里面倒流 一下子倒流三百多万 一下压过他 你就歇了菜了 就这么简单 大平台有多吓人 这就是一些非常生动的例子 所以我觉得你直接跟他的最核心的业务竞争的时候 你真的是没有体会到吴志祥 那还是门票 景点和门票 就上午说的那个 吴志祥跟他们竞争 恩死他 因为为什么暗不死吴志祥 是因为吴志祥最后就说 我就今天这个地方 我死可能邪成 我相信邪成在跟他谋求 那个坐下来的那个刹那 我觉得第一个意愿一定是买掉他 但他死都不屈服 人在阵地在 所以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吴志祥在这蹦的 对吧 所以这个真的创业这条路啊 哎呀 就是的确是一些非常能干的人 但是比中彩票 我们中国说比中彩票还少 几率还少 但是呢 这个过程呢 我们都无怨无悔 我们都练就了一身 我觉得有很多的本事 我觉得尤其是认识人的本事 认识社会的本事 认识自我的本事 最后哪怕失败了 也知道自己是个有几斤几两 这也蛮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创业 就是你把他最后说 我都做没了 反正我对自己认知了 也挺好 所以大家走出去的时候 要心安理得 理直气壮 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不要怕 最后呢 我们在想 接下来的机场里面 可能会在大数据这个问题上 因为它构成了互联网家的基础要素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接下来的两天论坛里面 有半天的时间 把大数据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做一些 最基础的普及的 这样一个讲演要做的 这是后面是一定要做的 然后呢 在结尾时候 我还是跟大家呢 推荐几本书 几本书啊 一个是 这个最新出的是那个 于晨写的本书 叫看见未来 实际上未来已经来了 你不是说看不看见的问题 它就在你的脚下 眼皮子底下 还有一个是 互联网时代 对 这个KT这本书啊 实际上很早就有的 我记得我在2011年的时候 我当时 当时做了一个女性俱乐部 然后我是每一位来参加的嘉宾 那一次应该很多人都来了 我就发的就是这本书 失控它写的 后来我发现这本书 基本上囊括了 它对未来理解 或者互联网理解的一些 理论性前瞻性的 一些基本观点 所以我基本上是放在手头 经常翻译翻 这个东西呢 不是操作型业务型 而是一个 就是你经常要看看你的未来 右边两本是和未来相关的 然后呢 那个创业者手册 这是我认为创业里面 比0到1要更好的一本书 这个是什么呢 更适合互联网家的人来看 为什么 它里面有一整套的真正工业化 就是规模化了的 如何围绕用户 试错用户 产品设计 持续运营用户的整个的方式 方法 手段 工具 全部把它流程化了 全部把它流程化了 这是一本围绕用户该怎么干的指南 这是一本非常非常好的书 我经常不会做的时候 我去翻一翻 然后最右边这本书呢 是那个黎万强写的参与感 黎万强是我建 我觉得是我见过的合伙人里面最优秀的一位 我对他非常尊敬 而且真的是我觉得他个人独立创业都能成功 我跟他就是有过非常多的交流 他也来优密讲过课 参与感 就是把互联网家中的迭代 写到了用最口语的方式进行了表达 所谓弄大数据你要干嘛呢 弄完大数据 是因为让顾客在你这个上面 所有的行为 所有的品性 所有的东西都有记录 同时你能够准确地服务到他 但是呢 他为什么要来呢 你一定要让他能够有参与 参与的过程越多 数据记录的越多 服务的越精确 产品迭代的越快 他的尖叫声越多 然后他自动传播的能力更多 所以我觉得一个公司 但凡学到了参与感的营销的十分之一 都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公司了 我们市场 我们做市场的人员是要求 每个人必须看这本书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 写的非常的 就是相当于工具型的书 右边两本书是工具型的 左边两本呢 是那种武装思想型的 有书都可以随时翻嘛 那个人太能尬了 我觉得他自个儿 他就是那个设计 就是你这角色 你知道吗 他就是做那个 整个产品设计 他做产品设计的 接下来说 那个做产品设计 那你做营销团队 管微信微博团队 那你做个网站吧 就在这个上面卖嘛 接下来小米网 你看小米网整个的网的 他就是中国几大电商的 几大电商之一 他又弄了个网 然后网说那还要管客服啊 他又管客服 你说这该是多少人干的事 这可能是在一个公司里面 起码是七八个人要干的事 你们要看看没有 设计是一支团队 对吧 微博新媒体运营是一个团队 这是两大非常要命的人 顶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接下来是电商销售团队 互联网的那个 那个整个运营团队 在他那个地方 然后客服团队 他除了不做供应链和小米手机本身 我说这太能干了 让你做什么 你都能整成这样 这简直 这就是雷军去找的他做合伙人 他当时正好要干别的 被雷军那个 抓到他的这个公司里面了 当然他们以前也是同事了 真的太能干了 这是为他鼓掌 他现在是身体不太好 干得没日没夜地干 就以办公室为家 他出那本书40万的话 把所有出版社的人折磨到你 死去活来 在他手底下干活的人 基本都是死去活来 就是这样 绝不饶过 你想设计师他是很挑的吗 一会改个热 一会改个热 他那个书的封面就改过 不知有多少版 每天中午请一帮小米的人 就在那个门上贴着说 你们看哪个好 挑这个 明天再一赶 你们看哪个好 又挑 把所有出版社的人 基本上死去活来 这就为什么 他其实当时的名气 没有那么大 他能卖40万 他就这样对着他这本书的 这就是他对着工作的一个态度 这雷军找人 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 一定要记着 就他这样的一个牛的创业者 他找人的时候 他也是不遗余力 他们公司经常找人 所以干嘛呢 就是叫集团式的找法 就是先是雷军谈 谈完了五个小时 已经谈到心里不太知了 对吧 五个小时起码要上厕所 把气场也断了 然后也饿了 那怎么办呢 你往前再接着谈 再谈五个小时 然后呢 谈完五个小时 下面的人再接着谈 有一个人连续谈了16个小时 没让人走 因为那个人 他们太想让人留下了 最后那人说 行了吧 我就加入吧 反正我心里也不知 体力也不知 很多人就是谈的体力不知 先谈理想 后谈事业 再谈产品 然后谈格局 再谈打法 你们找人 要有这样的气概去找 没有人 一切都 真的是很 接下来你们遇到最难的题 就是你找大数据的人 如果说大数据是一个标配的话 高科米你告诉我 到哪去找人 阿里巴巴大数据的人 什么价钱 你挖得出来吗 百度有一部分 分布 阿里巴巴具有最多 百度有一部分 腾讯有一部分 还有一些第三方的 所谓像那个技总的 这样的一些公司 还有那个 还有一些小的公司 有一些 做一些数据运营啊 卖啊这样的 像你们也有一些 对吧 你不是大数据的创业者吗 对 你那有一些 有一些 很少一些 你哪找 没有 你得花多少钱找 而且最要命的时候 我们今天的 在座的创业者 一把手 有多少人具备 大数据的知识 跟人家对等的谈 说你明白你的业务 什么地方需要 数据的采集 然后你的业务 什么样的方向 让大数据的这个靶子 去打 挺难的 这个门槛会 会又刷掉一批人 一批人会死在这 我反正是找了半年多 还没找到一个人 找完了一个人 发现也不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 做了最后 我为什么总是说 要找人找人找人 找人是一个持续的话题 今天呢 其实大家已经 应该是非常的累了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 那个听众 是从非常远道而来 那么专门为这个事情而来 而且到现在 还有很多人站在后面 那我们呢 真是在结尾的时候 特别感谢 从头至终 参与的 现在只有于阳一个人 我们要特别感谢于阳 因为你从头至尾到现在 有些人还是走了 对吧 但是他刚刚 都有各种各样的事 但是结果是这样 结果是你还在 所以要特别的感谢 当然我们这次要特别感谢 我们的两家合作伙伴 一个是阿里巴巴 没有阿里巴巴 我们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高度 都看不到森林 我们只看到树木 然后没有一关 你看显然的 就我们和一关 共同一起跟创业者来打磨的 然后呢 PPT是一关 帮助创业者 一夜一夜地过的 所以不会有今天 这样一个品质 虽然PPT 对创业者有一些束缚 但是呢 这是不怪你们 是怪他们自己的驾驭能力 还没有提高 我想谈谈我对BAT的理解 其实 无论是阿里巴巴 百度 腾讯 我都非常的尊敬 就是你看吴志祥 这么勇敢的时候 实际上他身上 就像你说的 互联网时代的 在美国互联网 迁徙的精神 他是把阿里的优秀品质 带出了在新的场景 进行了新的重构 然后锻造了一种 新的打法和精神 又出了一个新的企业家 那这个东西 源于什么 那我们今天底下 好像张斗刚才来了 其实他也原来是 阿里巴巴的员工 实际上就是说 一家公司 不知道成就了 多少多少人 那你看向文杰 我今天闻到他身上的 你原来是腾讯的产品经历 对吧 产品总监 那我今天我也看到 没有腾讯 没有咱们的今天 对不对 昨天有那么多的 百度的产品 就是产品总监出来的 或者像人人网的车键 李建 其实我们真的 每一位创业者 要特别地感谢他们 我觉得他们是我们 这个时代的启蒙者 先行者 他们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我是一点点 我因为年龄比较大 所以我看着他们 从一个完全不怎么样的一些企业 一步一步走过来 他们真的是像我们今天在座的 所有的创业者一样 一点江山 一点一寸一寸地打出来的 他们非常值得我们尊敬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 创业者共有的资产 这是我们国家 弥族珍贵的财产 这是我对他们的认知和评价 所以我觉得 我们在所谓战队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狭隘的 从你的一己的角度 去看这样一个世界 因为是他们这样一个先行者 构筑了我们今天 能够有这样一个 移动互联网时代 当然要感谢乔布斯 没有他的推动的话 我们都不可能在移动互联网的场景下 这样如此便捷地顺利地可以创业 那没有他们这样一些先行者 我觉得今天 不可能共同打造我们今天这样一个 完好的生态系统 这是我发自内心的 我用不着说给谁听 说给谁看 其实我不在意 没关系 但是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想法 他们真的是我们这个国家 或者我每一位创业者 应该非常尊敬他们 真心他们的 这样一个弥族珍贵的财产 它是我们国家的名片 希望更多的创业者 也成为加入这样一个 互联网创业的大军 感谢观看